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占领中心寺庙 将为他的投掷 确立无可动摇的合法性 欲望是布满的根源 并且与之息息相关 这是第二个圣地 然而 体魄波罗并不是唯一有雄心壮志的人 另外两个大国 西方的波罗提克罗人 和南方的罗斯陀罗居陀元 是波罗人世世代代的对手 也想将这座辉煌的城市聚为机影 敌军拥有一个强大的领导 年轻的波罗提克罗国王米奇洛波蛇 刚刚征服了他的灵光 并用一种新品种的战马来装备骑兵 这是全印度最快的马 马路驱马沙 罗斯陀罗居陀人的骄傲 在用致命的步兵和大线步兑 镇加了一系列叛论号 充满了信心 正如乌特卡拉所说的那样 确实是家族楼有 都一样不会让你是我们 一部波罗表兄 我们肯定能阻止阴险的敌人 占领曲女城 你们走着瞧 波罗败类 在这座神圣的城市里 我们的两个宿敌展开一场战斗 这是我一直在期待的事情 现在纪念没死我们的了 蠢货 阿 Fen 阿们在这场战斗 二人 奉 lists илось 空 韩 我们在这场战斗 我们在这场战斗 三人 但是 剃 完 我们在这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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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rn н 观众 觀众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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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迪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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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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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伏陀说 忍耐 是最艰苦的修行之一 但最终的胜利 属于最有耐心的人 呼罗人也是如此的 他们常常不是靠战术取胜 而是凭借超乎寻常的奈希 战胜对手 踢破波罗的命令很明确 不许破坏群内场 志在成为菩萨的人 不会允许这个圣地 被战争的罪恶所恋 城外的战斗持续了好几天 直到波罗提克罗 和罗氏的罗俱破军队 最终迎进收兵 胜利之后 提婆波罗邀请一位婆罗门 加入了他的随行队伍 这位婆罗门 是第一个欢迎他 进入曲女城的祭祀 那个人就是我 谦逊的皮罗提婆 很快我就得到了皇帝的信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